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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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胆道系统是在我们肝脏内部肝内胆管全在肝脏里头 它形成管道以后出肝脏叫肝外系统 肝外系统中间有一个胆囊 所以在这过程中呢 它为什么出现这两种痛 首先肝脏和这个胆管和胃是靠得非常近的 在以前没有B超的这个情况下 有的人20年都当未病治 他不知道自己得的时候胆囊的疾病啊 这个毛病 因为那时候没有B超 最早可能老同志都知道了 有A超 那种东西根本看不清楚 就是不明确 对 没有很好的诊断手段 在到以前就是胆囊造影 成功率非常低 那现在B超CT 子宫症一做马上就出来 就能看到很清楚 那为什么这个大家都会有疑问 为什么后背会痛呢 对 前面还可以理解 因为 离得近嘛 隔壁隔嘛 是吧 这家是火了 那家会招压 那后背疼痛 它是有它道理的 它道理在哪呢 因为我们后背这个疼痛 它是体神经 而我们内脏疼痛 是内脏神经 恰巧我们这个内脏神经 管胆囊的内脏神经 在进入到这个大脑的时候 跟这个体神经的后背部分 发生了交连 就像两个电话线 一起走了 一起走了 串线了 所以感觉是后面痛 并不是它正正在痛 它是刺激到感觉它在痛 所以像这样的病例 我们在临床里见到很多 所以在这呢 也跟大家就说 如果有长期胃不舒服 你又经过正规的胃治疗 或者说诊断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建议大家去做个避操 看一下你的胆囊问题 胆管问题 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情况 那刘院长 在您的病人当中 有没有那种 把胆囊的问题 当作胃病来治 结果耽误了胆囊的疾病 越来越严重了呢 这句话 实际上在我们的病人 很常见 我最近就有一个病人 在我们住院的时候 他原来就一直把自己当成是胃病 他大概有十几年的病死 然后也没怎么去认证治疗 痛了他就吃点药 他就以为自己是老胃病 就是老胃病 因为老胃病 大家现在中国人烂熟性都比较强 一般的老胃病也不会不当回事 有时候吃点 有时候弄得喝点热水 或者说休息休息 他就好一点了 一直到最近 疼痛加重了 他不能忍受了 只有一个五十几岁的男性 到这边我们给他一检查 他实际上是胆囊的病变 而且病变以后 我们经过手术以后 正式已经变成胆囊癌了 像这种胆囊癌的病人 治疗的效果相对是比较差的 比较差的 因为有专家统计过 胆囊癌 百分之七十五 诊断了以后就不能开刀了 就是已经是比较晚期了 比较晚期就不能做手术了 那称一下的百分之十五 可以做手术效果不好 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病人 那你做的效果还是比较好 就是说你有一个症状以后 一定要去检查 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 平时要体检 有症状一定要去检查 只要你有不舒服 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刘院长 您刚才说到这个不舒服 之前说到会当作胃病来 是说明它这个疼痛的位置 可能和胃比较近 那胆囊到底在哪呢 它有多大呢 它长在什么地方呢 我简单的画个私益图 给大家看看 好 画得不是太好 我现在给大家画的 这是一个肝脏的形状 肝脏形状呢 在中间我画了两寒 这是一个胆管 胆管像肝内的时候呢 它继续分叉 这叫肝内胆管 这是像里面像个树叉 大家最简单的 就像我们一棵柳树 上面分叉 分叉越分越细 分到最后柳条 这样细 再下我就不去画了 那么我们胆囊在哪呢 胆囊在这中部 靠近这个肝脏的边上 这个就是肝脏 感觉跟肝脏的体积 比起来它很小 那比肝脏小得多 肝脏有1500克 它只有大概长度 8到10公分 宽度大概3到4公分 充盈起来 它里面最大的出存量 大概70毫升左右 670毫升 就是一直长重大的 当然说这不包括病理状态 病理状态有的时候 可以因为堵住了 它可以胀得很大 那么这胆管在线下呢 这就进肠着去了 这就进肠着去了 那么我们胃在哪呢 胃在这 这是石道 然后这是一个胃 下面这是十二指肠 然后它是胃到十二指肠里面 弯过来 这里面是胃腺 这里面是胰腺 这个过来 这是会在摔子肠里面 这就是我们胆道系统 那我给大家标一下 这个是肝脏 肝脏 这是胆囊 这是胆囊 这个胆管 这叫统称为 在这里面统称叫肝内胆管 肝内胆管 那么外面这一段呢 叫肝肿管 这个因为比较小了 那我就写到这了 肝肿管 这叫肝肿管 这叫肝肿管 就是到胆囊管 和这肝脏的交界的地方 这一小段 这一节 我们叫它肝肿管 那么这个前面叫胆囊管 既然胆囊嘛 这就有个管子 那再想一下 从这胆囊到这里底下 我们叫胆总管 大家可能听了以后 有点绕头 这个学艺的搞得太复杂 但是你不复杂以后 我们说是某一段 别人就没法理解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一个完整的胆囊系统 胆囊系统里面 容易发生疾病的 胆囊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胆囊里面 它有很多的变化 炎症什么情况 刚才我们讲的 那么胆管里面 也会发生改变 胆管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很多的人会说 那我就是得了胆结石 那我医生就会问你 在胆囊里面 还是在胆管里面 它自己就不一样了 对 这就有些时候是两个病 你比方说 胆管癌就容易耗发 在就这一小段里头 为什么我当中 给它标出来 所以我们这每一段的名称 是由于它的治疗 或者解剖上的需要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胆 胆道系统是干嘛的呢 是由于我们肝细胞 这个我单独画一个细胞 在这地方 当然细胞肯定是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细胞通过肝小叶 以后产生胆汁 胆汁是由肝脏里面产生的 对我们一直都以为 胆汁是由胆囊产生的 产生了以后胆子怎么走呢 就像我们长江源头 产生的小溪水 然后逐渐汇成长江 长江我们可以理解成 这种大的胆管 那么这中间是什么呢 火焰湖 它可以平时是除成胆子的 在高峰的时候 把水除震在里头 那么这再下去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有个扎门在控制它的进入 胆汁到一定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我们吃东西了 吃东西以后 尤其进脂肪蛋白 你只要一下到胃 它马上反射 这地方就开始开放 就开放 这个扎门听指挥的 在我们正常的生理状态 这个扎门有多大呢 你们有一个签字笔吧 签字笔的前头的 比我这样细一点的那种 就像那个圆椎状的就这么大 大概直径最初的地方 大概0.6到0.6 就6个5 6个毫米这样的大小 所以在这地方 那我们不吃东西的时候呢 那怎么办 不吃东西的时候 它就关闭的 一关闭以后 这压力上面的胆汁下来以后 它就下不去了嘛 下不去怎么办呢 它就回过头来进胆囊里面了 就储存起来了 储存起来了 我们一天分泌多少胆汁呢 500到1000毫升 有这么多呢 正常做许个重位数是750毫升 我们胆囊里头刚才我说的 能出成多少东西啊 能出成70毫升 对 但是它可以浓缩10倍 浓缩10倍 对 就是浓度变得很高 是的 就是原来我们分泌的这些胆汁 比较淡比较稀 通过胆囊里头出成吸收以后 它就会比较粘稠 委员长 那我们知道人体要是生病了的话 它总是会有一些 抑郁常态的一些反应 那我们胆囊也应该是这样 如果说它要是出现了毛病的话 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那我们这个出现症状以后 所有的毛病 或者是所有器官的疾病 都有它的典型特殊的症状 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肤痛 这肤痛它有一个诱因 比方说近油力的食物 像我们南京人以前 最早的吃早餐 烧饼油条 对 这油条一吃不行了 开始痛 吃完一两个小时半个小时 就开始伤口不痛 或者是吃那种煎的荷包蛋 吃完了就不行 是的 只要吃油的东西 到后来就是严重的 会造成什么时候呢 就大家不敢吃油的 看到它就害怕 因为吃了就不舒服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就是吃了以后呢 不舒服 偶心 就是我们所讲的慢性胃病的症状 就是饭后的时候它会有这种症状 打宝壳 盖气 上腹部保障感 这个就经常会出现的 这就是两个典型的症状 还有什么其他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近了游历的食物 比方说我今天晚上 跟朋友一起出去了 上酒桌上多吃了点东西 多吃点油东西 那我第二天拉肚子 哦 还会腹泻 腹泻 拉肚子 整个的这个胃肠道不舒服 所以这些症状 都是我们胆道系统 容易出现的症状 它也就是因为 我们胆汁是帮助消化的 如果你这个帮助消化的过程 受到影响了 那我后面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那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有哪些人是比较容易 得这个胆道的疾病的呢 应该说得胆道疾病的人 他有一个相对比较高发的人群 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人胆囊容易出问题 第一条我们列出来的是 是喜喝酒 而且喝酒时候 不怎么吃东西的人 现在人应酬比较多 如果问大家 大家就说你喜欢喝酒 可能人家都是不喜欢喝酒 对 但是也有的人 嘴上说不喜欢喝酒 但是没酒还不行 所以这样的话 经常你喝酒的时候不吃东西 那也就造成了体内的 在酒精的强烈刺激下 造成体内的紊乱 所以就容易造成胆囊 各方面的疾病 从前面讲消化的症状 其实胆道疾病 也是从大消化上来讲 也是大消化的一个症状 那么既然能影响到 整个消化道 它也就能影响到胆囊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胆汁 是从肝脏里面分泌出来的 而喝酒对于我们的肝脏 是有极大损伤的 这也是有关联的 也有影响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下条是经常吃油炸的食品 刚才您说胆囊炎呢 或者胆道有疾病的患者 是不能吃油炸食品 他吃多油的食品 他就会难受 那现在是经常吃油炸食物 从这方面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方面 长期的油性的刺激 使我们胆囊不断的收缩排出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容易造成一些紊乱 第二个方面 长期吃油性的 造成了我们胆汁里面的成分反而改变 因为胆汁里面有好多种成分 其中有脂肪 我们讲胆固醇 也有胆盐 那么这个你长期吃这种油性的食物 油类是多了以后 你就造成了里面的脂肪类的东西增加了 那么胆盐部分减少了 那以后发生了一些的变化 容易导致我们胆囊系统的疾病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是喜欢吃零食 这个好像是女孩子和小朋友 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零食多一点 这个也会引起咱们胆囊的疾病吗 这应该这样去理解 喜欢吃零食呢 因为它这个零食的范畴很广 对 什么样的零食 更多的人吃零食呢 我不知道大家像观众朋友怎么理解的 我理解的吃零食呢 很多的客瓜子啊 你问我 客瓜子 吃薯片 吃蓬化食品 吃梅子 吃蜜饯 这都是我们特别喜欢吃的零食 一般的你想想看 坚果类的都是含高油的 对 油分 油分比较高的 像你那个蓬化食品里面也是含一些油炸的 薯片也是 就这样的 所以它对身体是有点刺激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下一条是运动少 睡眠少 压力大的人 比较容易患有胆囊疾病 像这些 都是我们现在人 尤其北林 普遍存在的 亚健康的状态 亚健康的状态 亚健康状态里面最主要的是干扰我们植物神经 我们身体里头有两套神经系统 我这么说吧 观众朋友 大家都说 我现在胳膊我要站 我说我用点劲 你马上就能用劲 对 是不是啊 谁都能做 不稀奇 你说我 我现在我说 我让我的肠子主动快一点 能吗 不能 不行 他不听你的 或者我现在在这说 让我心跳快一点 他行吗 也不行 为什么 我们这个管运动的 要体神经 是听大脑指挥的 管内障的 叫植物神经 他不听大脑指挥 他是自主工作的 不听大脑指挥的 但是他受你情绪影响 他工作的好不好 他取决于我的情绪 我是否有运动 是否睡眠好 压力大不大 是的 取决这个 如果像这些都不太好 睡眠也不好 压力比较大 又不运动 整天的 这个处于一种 高压力之下 他内障神经 因为紊乱 紊乱最后就是 吃不好 睡不香 浑身都是毛病 所以这个胆囊 整个内障系统 不光是胆囊 都不听死怀 为什么这个冬天 就会比较容易发 这个胆囊炎呢 因为冬天 这个天气 骤冷 天气变化 比较大 年纪大的人呢 他身体抵抗力差 适应力差 你想什么 年纪大人 跟年轻人的差别在哪里 年轻人冬天穿的很少 他不冷 对 而我们年纪大的人 半夜半夜的 无不热这个被窝 对 是吧 他不少循环差 那么他的外界的 这个适应能力就差 那一擦了以后 那本来基础就有些疾病 那就更容易发作了 是 这是一个方面原因 第二个方面原因 我们年纪大的人 发胆囊炎 症状不典型 哦 里边呢 我们前面说的 又是痛了 又是厌油了 又是什么了 我们年纪大的人 可能什么都没有 他应激反应 没那么强了 对了 他对这个疾病 已经感受力很低 甚至他胆囊都穿孔了 他都不知道 送到医院一看 胆囊穿孔了 我们年轻人 如果胆囊穿孔 那是什么状态呢 那整个肚子叫板状腹 就像这个桌面一样 硬的 你硬摸不动的 那年纪大的人 一摸还是软软的 所以这很容易误诊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南京地区 有一种说法叫 冬令进步 对 春天打虎 是吧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叫一九一只鸡 对对对 是这样说法 是的 那么这鸡 脂肪的失量 从我们养生学上来说 这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到 我们身体适不适应 因为现在 和我们当年 形成这个业余的时候 那时候生活条件 还是比较差的 那有这样的 有这个说法 大家得吃一只鸡 一九 一九只鸡 九天 九天 吃一只鸡 那肯定不算多吧 对 那现在我们是天天吃 嗯 你再去额外的补充 那就可能多了 这是一方面 是 还有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 喜欢到中药房啊 什么地方去 高方 高方 吃全大补方 嗯 你一想多好啊 吃全大补方 什么都补了 是吧 从头到脚 嗯 但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一般都是 荷桃仁 芝麻 是吧 蜂蜜 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高油高糖 高油高糖的东西 这吃多了 你本身正常的 你都饮食上都有了 你又去吃了 就额外的增加了 容易诱发 再加上第三一点 我们冬天天冷了 不大愿意到户外互动 嗯 外面冰天雪地的 年轻人出去 还好啊 穿个衣服 一直出去跑一圈 老年人 这个所有的 衣服穿上还冷 穿上去 像个大狗熊一样的 出去又不方便 嗯 是吧 所以就不愿意出去 就都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嘛 就运动量明显下降 是 那么吃的东西 消耗的就少了 我们在不断地补 这其中就容易出问题了 是 那刘院长 之前我们在讲到这个 肝癌和肝炎的关系的时候 您曾经说过 如果说咱们这个乙肝 反复刺激这个病毒啊 它有可能会跟我们这个 肝癌有症的联系的关系 是的 那如果说我们胆囊炎 一直有这个病的话 它是不是和胆囊炎 也会有正面直接的联系呢 应该说 任何慢性炎症 都可能导致癌症 哦 举个例子说 我们有些地方人 它有个手炉啊 有个小炉子 小手炉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日水袋 嗯 对 它放到胸口 暖和 嗯 这样的话冬天 那时候又没空调 是 又没暖气 就清空系里经常看见 这样的 嗯 做多了 然后这周围的皮肤癌都增加 哦 所有的慢性刺激 慢性炎症 都是容易造成肿瘤的 嗯 那么因为它肿瘤发生 怎么发生呢 它就是炎症 坏死 修复 再生 这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 有一个细胞 错了 后面就增肿瘤了 所以说咱们 如果说有病的话 还是要提早的 就把它给治好 治愈 不要脱成慢性的 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了 是 之前我们说到是胆囊炎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胆囊膝肉 其实我一直都不太理解 这个膝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膝肉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胆囊膝肉应该是在 炎性刺激下 局部的联波增生 然后特出隆起 嗯 这个我们称之为膝肉 但也有的一些医学专家 或者临床医生 把相当于膝肉 类似的一大类的疾病 它都叫成这息肉 那我们最常见的有五种 你像我们正正的胆囊膝肉 胆囊先进增生 胆固成其筋 胆囊腺流 早期胆囊癌 所以最常见的是 它都可以统称为这个吸肉 这么一个大名词里边 那这个胆囊膝肉 它的耗发的年龄段 是在怎么样一个年龄段呢 胆囊耗发的年龄段 现在一般都在中年 中年 三四十岁以后 到五六十岁 这都是长发的年龄段 嗯 现在 而且现在的发病年龄 随着这生物条件增加 因为我们是一大类疾病嘛 所以它里面的耗发的东西 以胆固成其筋为例 现在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年轻化 我前天做门诊的时候 不下于十例的胆囊膝肉 哦 都是 有时体检的 有时有症状的 嗯 还有一个从外地跑来 专门来开刀的 所以这方面都还是 疾病人群还是比较多的 嗯 但说到这个膝肉的这个问题啊 我相信现场的观众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 都会心中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我发现了 这个膝肉 我到底应该怎么去治疗 要不要开刀 知道该怎么办 对 这个是有一些规则 可以找寻的 嗯 那我们一般把它总结成四条 第一条呢 是它的大小 嗯 就是说 我从B超上面 这个膝肉究竟有多大 嗯 这个算一条 多大为危险呢 一般我们现在掌握是 八毫米到十毫米 八毫米到十毫米 就0.8到一公分 一公分 这么大 如果超过一公分 那就建议你去要把它守住掉 嗯 为什么定这条指标呢 前面我讲过 我们常见的是五种 前三种 胆囊吸肉 腺剂增生 或胆固醇气筋 都不会长得太大 嗯 容易长大的是后面两种 一种叫 胆囊腺瘤 这个胆囊腺瘤 是个什么玩意 它就叫 癌前病变 哦 也就是 举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是说 这个人啊 表现很不好 你只要给他 有一点的机会 你只要盯着松一点 他就要犯错 嗯 他有这个谴责 那么早期胆囊癌呢 就跟B要说了 他已经就是胆囊癌了 嗯 只是说还比较早 你没有发现 没有就是说 跟他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嗯 那么这次把它开掉了 这是最好的 对 我有一个病例 从91年 我给他开得到 现在还活得非常好 哦 是个胆囊癌是吗 胆囊癌 当时就是把它 当成胆囊吸肉开的 哦 如果正正 是诊断成胆囊癌 往往时间非常短 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嗯 这是您刚才说的一个 大小 是0.8到1公分 这样的一个大小 我们认为是不需要手术的 长过1公分 就可能需要手术了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要求 第二个就是生长速度 我们有叫说 叫嫩偏长的 嗯 都是炎症 哦 昨天晚上的 今天晚上 一下长出的很大的 这都是炎症 嗯 嫩年长的 都是良性性 哦 比方说三年五年八年 还这样 那都没事的 嗯 嫩月长的 要小心 哦 你比方说半年三个月 也长大了 这玩意儿你要小心它了 它既不是很快 也不是很慢 这往往是有点情况的 嗯 所以说生长速度 有的人发现十年八年 没有改变 那么这样你要去处理吗 不要监控它 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那有的人 虽然原来发现的时候很小 0.4 0.5 现在两个月 三个月长大了 那第三个标准呢 第三标准 就是有没有症状 嗯 有的人有胆囊 吸肉 它没事 什么吃喝它都不受影响 嗯 也没有厌油 也没有什么恶心呕吐 跟它 有没有它没关系 嗯 但也有少部分的人 它不行 它虽然打量吸肉 只有0.5 一点点 一点点 症状很明显 症状很明显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 他就不能吃东西 只要平时又好吃肉 一看到这两块肉一吃 脸就发白 肚子痛 后来他就 我就建议他去做手术 开了 开掉了 开掉现在他吃半斤肉也没事 嗯 还能再喝酒 都没事 哎 这到底是该感谢您呢 还是该感谢您呢 你再说说第四点吧 第四点的标准是什么 嗯 第四点呢 应该说呃 某些程度上是我自己创造的 啊 教科书上没有这一条 哦 为什么这么创造呢 这是由我从临床 嗯 经验上总结来的 嗯 我们也有一小部分的病人 他一旦查出这以后啊 嗯 轻视难安 基本上每个礼拜 像我们做主张家门战 一个礼拜一两次 是 每个礼拜都来看你 嗯 哎 做了地方 没有半小时说不完的 嗯 要跟你从头到尾说 呃 当年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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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说完以后 再四更经过是这样这样的 嗯 整个影响到的生活 嗯 整个人的这个就晋升状态 都受影响 哎 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可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生了病了 而且是有可能往坏的 那方面去发展了 我觉得他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像这样的人 还是咱们把它开了会比较好一点 哎 这种呢 我觉得如果这个心理担忧的 特别明显的 嗯 而且确实影响了 有的人你怎么劝说他 怎么去解说他 都没有 甚至看心理医生 他就是很固执 他就是围着他的圈子转 你怎么说他也改变 不了 那这样也是一个选择吧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手术指针 要掌握得更紧一点 嗯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器官 它还有功能的情况下 你去把它拿掉 那也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嗯 那其实也有人说这个胆囊细肉是比较危险的一种胆囊疾病 因为它是有这个往恶变发展的这种可能性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这个话呢应该是应该说不太正确 哦不太正确 首先我们应该这样子说 真正的胆囊细肉是不会癌变的 哦 就是我们要严性刺激的 那不会癌变的 不大会癌变的 真正癌变的是混在在里面 披着羊皮的狼 就是那胆囊线瘤和早期胆囊癌 它混到里头了 我们把它当成是脆肉了 其实它不是 哦 其实它不是 所以我不讲嘛 胆囊细肉它有个广义和狭义的 狭义的胆囊细肉就是细肉 广义的是把这一大类的病都挪到这一块 那如果说得了这个胆囊细肉 而且医生又告诉你 现在不需要手术 那平常除了您刚才说的要定期观察这一点之外 还有什么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地方吗 应该讲首先要去定期去观察 因为它是个内脏器官 我们靠自己感觉是不行的 你不要说我感觉到我要 这又有什么变化了 等到变化了都比较晚了 所以这一点首先要明确定期要去查 第二那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 是吧 均衡的演示 适当的运动 这都是必要的 你说什么东西能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我们很多在门诊 每天人问我很多 对 大夫我这个系什么嘴吗 我一般会这么回答 我说我是西医 西医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对 西方传过来西方是吃什么 三分熟的牛肉 里面还带血的呢 他什么都不系 但是我们又是中国人 东方民族 我们中医很假就系嘴 对 所以我一般跟他说 我说你们当地的发胃的东西 回去就不要吃了 系个一两样 心里平衡平衡 是吧 应该说大部分都是没有很明确的 除非一下你有胆道疾病 剂油 那这个你一本身就不会吃 你吃了它不舒服 大部分的 像我们中国地大沃波 南方的人生病了 煮点稀饭 北方人生病了 煮碗面条 那完全就不一样了 所以各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 和自己家庭所处的地方 当地的风俗习惯 来去衡量 除了定期的检查 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还有我们的疾病本身的治疗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符合我上述说的这几条标准意愿 除了第四条 可以送紧度 掌握紧一点 宽一点 那么其他三条 如果有的话 那我还建议你到 就进行治疗 那治疗就是我们要把胆囊切掉 有的很多人 他会认为 哎呀我这好好的胆囊不能切掉 对 这是一个器官 那我这样跟你说 他已经就像一个地方 一个职位 他已经腐败了 你还把他放在上面 是吧 现在党中要把老虎苍蝇一起打 所以他腐败了 就必须把他搞掉 你不能再放上面 他对身体是不利的 其实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巨大的隐患 需要值得我们注意 那是的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是讲到了 胆道系统疾病当中的其中两种 第一个是胆囊炎 第二个是胆囊膝肉 那么下一期的节目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跟大家说一说 一个特别关注的热点问题 就是胆结石了 高发 非常高发的 所以这一期节目呢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要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期 关于胆结石的内容 非常感谢刘教授 也谢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登录我们的360 良一搜索万家灯火的子板块 输入关键词 我们的专家就会给您详尽细致的解答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结石越大症状越严重吗 哪种情况需要斩除胆囊 专家教您做判断 那我放里就放里面吗 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因素 它容易得 我一吃稍微多一点 我就拉了 那这样这个胆囊也没有用 胆囊摘除后对身体有害吗 没有胆囊会影响消化功能吗 明天万家灯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副院长 刘旭顺 就来为您一一详解胆结石的防治要点